你知道街头乞讨能有多赚钱吗 在世界各地 乞讨都是一项被低估的大型产业 比如印度乞讨业的年产值就高达4500万美元 在印度首都德里的1700万居民中 有6万人都靠乞讨为生 所以这个职业真的有那么赚钱吗 他们其中又隐藏了哪些窍门呢 专业打假记者在车上秘密安装了摄像机 开启实地探访之旅 在车水马龙的拥挤街道上 只要车一停下 许多孩子就用上来要钱了 他们的统一话术是 我没有爸爸妈妈给我食卤币吧 这些小孩会在手臂或头上包绷带 然后再用红色签字笔涂上颜色假装血迹 还有的会选择卖花 双重商业模式看起来很有组织 他们会等红灯亮了再走进车流 运用学到的各种打动人心的技巧 以及坚持不懈的毅力 来赚取金钱或食物 这点对外地游客格外管用 名叫阿雪的男人是孩子们的领头羊 他是邻邦的一个普通农民 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家种地 半年来得领工作 这些快枯萎的花是从数公里外的市场买的 批发价一束十卤币 但只要这下枯萎的部分 看起来也还不错 卖出去的价格更是高达一百卤币 直接翻十倍 孩子们也都很老练 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掏钱 也知道如何装可怜 记者混入其中帮忙卖了一会儿花 结果发现只要脸皮后 一小时轻松赚五美元 当然这份工作也不是完全没风险 之前有个小女孩 就在车流中被撞身亡了 所以在德里街头 乞讨并不是唯一赚钱的骗术 还有一种很普遍的唯一街头诊所 因为在印度 游客们突发肠胃炎是很常见的 可这些江湖医生给的药方非常离谱 这么一罐所谓的印度草药 据说能治百病 癌症都不在话下 一罐三美元 买不了失亏 买不了上当 记者半信半疑喝了下去 结果一晚上也没好转 现在 他必须去找别的医生了 帕轮刚吉 是德里的背包客区 许多预算有限的年轻观光客 都在此聚集 这里有便宜的旅店 商超 所以自然有许多医生招牌和药房 记者走进了一家 号称几乎拥有所有科别资格的 只见医生像母前样的诊断了一番 然后告知他是得了热带传染病 需要做血检和分辨检查 然后再打点滴 这一套下来 需要1643卢弊 相当于印度每周平均薪资的两倍 可以说非常昂贵了 在德里 有正规资格症的医生 其实只有4万5千人左右 但市面上自称医生的 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不止 所以遇见假医生的概率 比一半还要多 几年前 当地有位部长就因打针用药错误 死在了江湖医生手上 在这里 如果你也想当医生 只用花100卢币 买个听诊剂 然后搬到桌椅就成了 造假成本几乎为零 所以你才能在德里街头 见到那么多医生 在走访了几家路边诊所后 记者很快发现了一个习目标 这家店没有任何证书 他走进去 假装病人汗诊 表示自己胃痛 医生一听 就要给他打针 可把记者吓得不轻 他赶紧表示 自己不喜欢打针 装泥水的小瓶子 让他一口喝掉 还配了一些不明药片 这些一共是250卢币 虽然不算贷 但事后 记者专门找私家侦探 查验了一下 这个医生 确实没有任何医学证书 更要命的是 这些无德医生 不仅胡乱开药 抄收处方费用 甚至还跟观光客合作 通过伪造疾病 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为了深挖这项违法骗局 记者在诊所一条街 放出风声 很快 有知情人士 就提供了交易地点 这个侃侃而谈的 印度中介商 是专门为医生和游客 连线的 医生帮游客 伪造疾病证明 游客借死滞留 也向航空公司 索要保险理赔 可谓是一套 很系统的骗局 这些医生 可不是江户人士了 而是有正经学位的意识 不过面对送上门的生意 中介商还是心存警惕 因为最近政府正在严厉打击 这一违法行为 很多官员都被抓了 可话虽如此 他还是接下了这单 傍晚时分 记者接到了交易开始的电话 他前往集合地 给中介交了3300卤币 和个人资料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40分钟后 工介商带他们 前往了一家诊所 合作医生此时 终于露面了 但他话里话外 都希望记者赶紧离开 显然是不想牵扯过多 可记者还想让他 在隐藏摄像机前 自证其罪 所以专门问了一句 可以看出 这一名医生是老手了 而这项违法交易 在印度也非常突变 只要你掏钱 随便一个诊所的医生 都愿意为你 多开一些药品数据 这样你就能报销 更多医疗保险 甚至说 他们还能帮你 伪造死亡证明 夜晚郊区的小巷里 记者忐忑等待着 自己的死亡 很快 交易人报笔就出现了 他们能帮忙给出 真实的死亡证明 用于申请保险理赔 价格是25000卢币 也就是3000块人民币左右 只需这么多钱 你就能领到数十万 甚至数百万美元的保险 绝对是比大生意 没过几天 记者再次来到集合地 他的死亡证明 已经新鲜出炉了 甚至还有出生死亡登记人员的会签 官方记录都查不出来 变成一个死人 就是这么简单 并且还是个很有钱的死人 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 也难怪市场庞大了 我是拉环 观众人见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